能够明白佛法的真理 了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就能够放下烦恼执着 所谓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看似简单的因果道理 却是世间运行的法则 佛法以慈悲为根本 是一切众生如此 所以主张戒杀 不但不杀生 也不教唆他人杀生 杀生的果报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要坚持不杀生 不但不杀人 就连动物 植物都不要随便伤害 进一步还要吃素 护生 杀业的话 大地会碗扑 有时候让你们情绪 让一些情绪会一直很激动 种种原因 所以说希望能够说 去注意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因果关系 我现在杀他 他会不会来杀我 一定会 这有因必有果 尤其是感情方面 自己怎么样去控制 怎么样去让这个感情能够化为一些 暴力化为和平 就算他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能够很清静 很安详的心 去想说我跟他就是因缘 只到这里 要能够了解 缘起缘昧的东西 不能很执着 执着只有害了自己 像有的人我一直想要什么 我要想要 这个就是欲望 欲望太高 你一定会失望 会越多 如果说你很平淡的心 该我们的绝对跑不掉 如果说不该我们的 你勉强偷来抢来 到最后我会失去 你现在偷人家的 人家会偷你的 一定的道理 所以说希望说 大家为了这个社会 希望你们也都能够尽一分的力量 就是说 奉劝你周边的人 叫他有空多念佛 因为念佛能够让我们 心也会比较祥和 杂乱的心 能够比较清静 智慧高的人 能够真正明白佛法的真理 了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心不生执着 所谓不执着 就是心不生挂碍 不将一切事物 当作是真实的 否则即会心生挂碍 烦恼 念念不忘 因而造业 十方新闻记者 赖玉荣台北采访报导